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對於屬鼠的人來說 在2018年他們的壓力是不少的 分別是來自工作和感情的 但這些問題都可以一一去迎刃而解 身邊是會有很多朋友來幫你 亦都可以透過去旅行來減壓 感情方面多些製造浪漫 來拉近兩人之間的關係 在健康方面你有一顆血印星 通常我們會建議客人做一個 例如身體檢查又或者抽血等等的事情 不過如果你覺得抽血也是麻煩的 那你可以只需要凡事小心就可以了 在情緒方面 由於每一樣東西不是事事那麼如意 加上你的運程又會是好是壞 所以你就會有些情緒波動的問題出現 KIM的建議會在你的工作地方 又或者在你家中放一張旅行照 或者一些全家福 令到你看到照片就會令到你開心 又或者放一些你喜歡看到的 例如畫像各種各樣的物品 又或者你有時間去做一些SPA 一些香薰浴 令到你可以多放鬆 亦都是有所幫助的 除此之外 在你家中亦都有些長輩需要特別 需要你的關心 即使小病也好 我都認為是病向淺中醫 所以KIM的SOLUTION 就是最好你可以多些時間陪下 家中的長輩 以及多些和他們共度晚餐 或者有些飯局 除此之外 最後你要留意的是是非 對於是非 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最好就是用一個包容的心 用一個愛心去融化仇恨 如果你可以做到以上所有的事 我相信你都可以安度這一年的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 和喜悅與平安 天然是非 天然是非 你會感受到 我相信你會感受到 你的風險 你會感受到